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3年8月25日 维也纳迅速单挑费伦天拿 周五凌晨 欧协连第四圈首回合同时展开多场激斗 其中奥甲球队维也纳迅速将在主场迎来一甲球队费伦天拿的挑战 前者此前从第三圈赛事成功晋级 比赛经验无需怀疑 而费伦天拿更是上届赛事的亚军 这场比赛将考验彼此的临场发挥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进入8月份至今 维也纳迅速取得不俗的战绩 期间球队无场比赛取得三胜一和一负 而最近二战各向赛事 他们都取得胜利 当中和共攻入时之多 期间前锋贝斯托拿有三球进账 而且后防线则是一球未失 可谓近况出色 但值得留意的是 维也纳迅速近期是在双线作战 他们在奥地利以及匈牙利往返 索性球队在外围赛第三圈成功淘汰迪比西尼 令全队上下的努力没有白费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 维也纳迅速第三圈手回合主场 与迪比西尼战成平手 而且没有取得入球 可见他们还是相当谨慎 即使在主场作战 亦不敢轻举妄动 首轮一甲 费伦天哪可为取得开门红 球队以4比1大胜升班马热拿亚 为新赛季注入一记强新针 现在 费伦天哪将征战欧斜连第四圈首回合的赛事 值得一提的是 前者上届比赛一度杀入决赛 只可惜 他们最终以1比2不敌为私贤 痛失冠军 这次他们可为卷土重来 此前联赛的首胜 为费伦天拿带来不少信心 尤其是进攻端 其中攻击手尼古拉斯 甘沙里斯已经开斋 只知道 此子上赛 既是球队的主要得分点 而且还是他们上届杀入决赛的重要力量之一 金杖尼古拉斯甘沙里斯将向维也纳迅速后防线发起冲击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